8月29日 纽约欢车去法拉顺 免计啊 这里警察在插摩托车 没牌照吧 好像是 没牌照 这两天都在抓呀 应该抓 骑这种车的人经常死亡飞车知道吧 死亡飞车 多简直的 外卖的也都简直 昨天晚上也抓了 开始抓了 可以上牌 很便宜 他可以上牌 为什么没上牌呢 不叫省钱吧 保险嘛 你上完牌也要保险嘛 保险一样 他这个属于机动车嘛 因为时速很快的 对呀 驾驶的没关系 只要有这种 只要有这种速度都应该上牌 都应该上牌哈 对 有牌照有保险还行 突然乱汽车 乱汽车 出事了把车一周人跑了 对对对 就是大家说的对啊 警察也不是针对任何人啊 交通规矩一定要真实啊 你跟他翻译啊 他不会英文啊 警察拿了个在那翻译 我们背着拍的啊 没有拍到他的脸啊 这边是卖什么 台山咸肉重啊 每个5块5 多少钱呢 多少钱一个 7毛5啊 好大好这个鸭蛋 哦 昨天上午拍到一个很漂亮的摩托车啊 被警察车罚单了 整个车子被搞拿走的 当时还 他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把车拿走 在卖什么呀 二手的锅碗瓢盆鞋子 哇 这是109分局来查的啊 车子要可能跟他拉走啊 不知道 大家这段时间啊 没有牌照的车出门要小心啊 特别是大的啊 不知道会罚多少钱啊 这边谈生嫌肉重啊 车可能要被没收 车呀 昨天有个车也没收了 没收 没收完以后 刚才这个车主说去哪里了 去哪里了 然后他已经用放异的话是告诉他去哪里去取回来 但是可能要不要吃花单了 他这没有拖车来的吗 马上又来了 他们现在正在搬手去 有个比他这个还豪华的车哦 不是在邦尼街那边拍到的 被拿走直接拿走 有的时候他们叫车来拖 有的时候他们自己 有几个警察坐在车里面 有一个人会拍的 直接拍到开到警察 哈哈哈 有些是这样的 我上次见过一次 他直接直接起车的 一个警察自己把他起走了 他的车比较贵 要1000多美元吧 1000多块 1000多块对 上次我还拍过这种电动车被打劫的 有些是被他们不是打的官方打的 有些人就剪刀 老黑呢 那非非呢 他们要剪刀一剪 你看他他那锁里很长嘛 对对对 看到吗 一剪 有些是直接叫你下车 对呀 你他一逮到了就划不掉了 可能很多很多这样子 你看看那边那边也没有吧 这边查的很严 送外卖的看到吗 送外卖的那个也没有啊 那个那个溜掉了 金森电脑搬到福建商场了 就是在这个 你现在站的这个是什么呀 东王朝 我还说哪天来吃那个早茶呢 在东王朝 你看金森电脑公司啊 就在对面 大早的粉丝 两个粉丝都经过这边看到了 然后看到牌子就找到我了 找到你了 对 你那个牌子还是挺明显的嘛 这名字是在2021年 就疫情2020年的时候下半年 这个福建山产名字就是我起的 你起的 对呀 哎呦 所以把这个牌子 应该起一个福建山 你们这这么多福建人对吧 所以说把这个整个山产里面都是福建 纽约福建省 对呀 哈哈哈 所以当时的名字叫什么知道吗 当时 当时名字叫安什么的 嗯 他叫前面的还有一个名字 嗯 然后后来被我改掉了 嗯 你我跟你讲 法拉圣不是唐人街 唐人街在曼哈顿 这里是中国 对呀 法拉圣是中国 法拉圣是华兰之都嘛 你看 法拉圣是首都 哇 来了 完蛋 完蛋 这整罚单了 来了 你家把东西收了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两个警察中 有一个人开着车走 没叫 为了这部分 没必要叫做车的 肯定了 这几天没牌子 没牌子 没牌子 谁要小心啊 先把四轮的物品先拿走 那肯定的 能不能拿回来就不知道了 很难讲 因为没牌子的话 对他们都销毁了 上次有销毁啊 销毁无牌子 这个不都是还好的 我们算那天转车的 那天你看到那个拖车里面 那一台车 第一最低的七千多 好的一万多的 是 那个跑车 那些车一拖一拖走 到停车场全部报废掉 我没上牌吗 我昨天看新闻 纽约市长亚当是销毁了 很多那种大麻 收脚的 对 关了很多大麻店 好了 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 然后 必须要收拾 必须开走 警察开走 钥匙给他 还挂着东西 你看他还挂着走 不当然 我骑的那个电动自行车 会不会被没收 因为你是充电的 充电的 它是不能超过多少半以内的都不会有 平时可能晕晕货 松松货 好多人围观了 这里很热闹 这条街越来越热闹 知道吗 对啊 警察罚款也有地方罚了 希望他拿回来 买这车也不便宜 他会来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被罚款的费用 也是蛮大的 来了一个警察 你看他 我又来一个 还拿出一个大拇指 哎呦 看来是在抓摩托车行动 还 还抓车呢 免接那边不能拐左拐右吗 对他本来是那个抓车本来是在那个7号地铁口AT&T那里上了上两个月一直在抓 嗯 现在的他开始挪布了挪到新世界这个地方了 因为私家车顶多只能到新世界要拐下 又去去军航啊什么去或者新世界买菜的时候 只能在那个地方拐下去 你再往前走 全部不要被抓了 对昨天我拍到的就是那个 但是昨天是7点以后他还在他在扯罚单呢 不是说到7点钟吗 跟这没有关系啊 是7点钟本来可以开进去了 但是还在车还在扯罚单 说明他们任务开始任务紧张的呀 星期天他们不上班了 这段时间星期天也出来的呀 哇政府缺钱了吗 星期天出来抓什么呢 虽然这个一条就没问题 但是double part的 星期天他们全部马上吃罚单了 哎呀 因为大家都觉得星期天没事 但是星期天满街上抓呀 他们吃很快 他们跑 你车一停下来 他马上过去开一个罚单给你 昨天晚上7点半的警察都还在扯罚单 警察要把车给他拿走 我他都拿不下来 警察拿个刀给他割 对 有了车吗 还有不赔呢 我保险全保 全保也不赔 没赔 警察过来 一点钟还没过来 晚上等 等到一点 你车跟保险一共买花多少钱 也一千八 也一千八 一千八 一年吗 就是才买了几遍 就是车牌跟保险 要一千八 一千八 旁边那个女士 她的新买的电动车 一千八 她也上了牌 也买了保险 一千一天就被偷了 一千八 再拿上一下 就是有保险的 保险也没赔 这刚才才三个半 一千八 再来是吧 对 警察骑走 往下面走 往下走 我都输了 警察有一个人是急的 看一下看一下 警察推着走了 他推着走 不会吧 他可能不会急了 不会开 有些警察不会开 对 我忘记好多美国的警察 哪都不会开 哎呦我的笑死饿了 自己完全可以 清了 钥匙都拿走了 对 往哪边走了 我刚才是不是往旁边走了 还是往这边走 肯定去警察局了 然后他们有个专门 就是放这种 缴糊的电动自行车的 会销毁的 但希望这个大哥 把他拿回来 他不会骑 你以为美国人 每个人都会骑 骑自行车的警察 我们中国人是每个人 基本上会骑自行车 对 他肯定掌不了平 掌握不了平衡 对 对 自行车都不会骑的人 很多的 美国人很多不会骑自行车的 因为在美国 很少用这个方式来生活 东方朝 旁边还有一个什么 细胃馆 胃馆 那里面有食菜一汤 是不是 呃 不是 里面都是三宝饭 什么东西的 三宝饭 中午到中午的时候 好多人跑 哇 来吃 来吃一个 我昨天 他们半只鸭要21块钱 前天在这边 我一个朋友刚好想 从长岛过来 他想吃 半只鸭21 你看爸爸 看看那价格 但是他说很好吃 因为反通弩的很好吃 你看我记得你 你昨天给别人拍的 那半只鸡才10块钱 那个旺盛饭店吗 非常好吃 那个皮脆的很 对啊 他是半只鸭21块 他们这边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吃呢 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 不管你 中油鸡啊 还是拌 拌 那个三宝饭啊 嗯 他们全部都有送汤的 早茶人多啊 2小时免费 所以说停车停在哪里吗 他在这边 这边下去 哦 那边下去 那边下去 嗯 是不是 晚 不仅是早茶 晚室也会上 我现在太卷了吗 餐馆 是不是 卷啊 卷了卷了 现在卷都不行了 随手喝茶什么的 这么多人 担救兵 肯定喜欢担救兵 这边是长导过来的 这个瘦脚自行车呢 就拍到这里啊 青山要回福建商场上班了 你的顾客在等你修手机修电脑了 哎呀 那个是 那个来了 我还跟他说一下 对对对 赶紧的 赶紧的 来 Пол psi 她 着 我 谢谢观看